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处处体贴周到 却为何遭到这样的评价 为原女嘉宾的公主梦 他又会准备怎样的惊喜 最终 他能否俘获女嘉宾的芳心呢 凡人游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爱情靠争取 无爱不放弃 欢迎收看凡人游喜 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话 可以报答屏幕下方的月线电话 68615868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男嘉宾 四十出头 而且工作非常稳定 在国企工作 有房有车 而且整个人呢 也非常的上进 也非常的踏实 那么这位男嘉宾到底是谁 他的情况到底又是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何勇 来自三八区 今年14岁 目前我在三八区一家 起了三八 本期交友男嘉宾 何勇44岁 身高1米68 职业国企员工 月收入5到8千元 婚姻状况离异 现在我住在三八区双半 在双半有套我们的房子 安洁还有一点 目前有一个代步的车子 我之前呢 在部队当个三年兵 培养了我坚定 干预此苦 你性格 这些经历 培养了一种责任心 和责任感 我个人呢 性格是比较开朗的 喜欢的时候 有啥子都是说啥子 我目前呢 是利益 原因呢 一个是我们可能性格不好 另外都是由于他在外面 从事其他工作给户外 分开的时间也比较长 所以都导致我们分开了 除了我现在的情况下 我想找一个希望未来的他 性格比较温柔 人呢 他是能够心地很善良 年龄在40岁左右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待家庭 对待双方的父母青睐 都要有点有小心 要互相能够自能自得 大家一起 把自己我们未来的家 经营好 照顾好都是这种 男嘉宾的所有要求 一 性格温柔 善良踏实 二 年龄40岁左右 三 有孝心 好 各位观众上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 是一位非常稳重的中年大叔 离异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之前的性格不合和 聚少离多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 体面地解释自己 前一段感情的理由 有的来上节目的男嘉宾 可以学习一下 然后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想找到的一位女嘉宾 就是要支冷支热 一起踏踏实实过日子 听上去真的 这个要求确实不高 那么这样的要求呢 我觉得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现在就看一下我们的编导 为男嘉宾找来了一位 怎样的相亲对象呢 何先生今天来到凡人游戏 一心想找一位 知冷知热的余生伴侣 却丝毫不知道 此时女嘉宾和闺蜜团 早已经到达了现场 那么究竟谁 才是真正的女嘉宾呢 好 现在呢 我们的男嘉宾何先生 已经来到我们的旁边了 欢迎来到我们的凡人游戏 还是给大家做一个 这个基本的介绍吧 自己现在目前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 好的好的 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何勇 目前在三八一家 过去三八二 那你这个条件的话 在我们整个节目当中 其实还算不错了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 有房有车 房子基本上都已经 这个是存款还是按揭 房子这块 它就是按揭嘛 还有一年多 其实我也没管它 对我没有太大的负担 接着走 好 今天呢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呢 有很多位女嘉宾 你这个眼神怎么一下变 有很多位女嘉宾 因为我们今天女嘉宾 带了很多位亲友团来 我们这几位亲友团呢 都是跟她年纪相伴 都是她的闺蜜 那来到这个现场之后呢 一会儿就要让你来猜一下 到底哪位是今天的女嘉宾 我告诉你啊 千万别猜错了啊 以往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猜错了都非常尴尬的 猜错了之后 这个后面就不好相处了 所以说你一会儿 一定要考虑好好玩 得知现场将有五位女士 同时到场 我们的男嘉宾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么她能够一眼就认出 今天的女嘉宾们 今天是五朵金花 你好 女嘉宾们 来来来 站我这边吧 站我这边 来来来 你不要害怕嘛 你走那么远干什么 你们也不要害怕嘛 你们也 我们不怕 那你们不怕 你们往后面退干啥 来 过来一点 真的没关系 过来一点 过来一点 对对对 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何先生 你好 人家也打了招呼 你们五朵金花 还是要打一招呼 不可以 之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很少很少 五个女嘉宾来跟你相亲吗 但是开个玩笑 今天呢 你们中间有一位是女嘉宾 其他都是亲友团 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哪一位是女嘉宾 对 要猜一下 对 要猜一下对不对 那现在我就站到女嘉宾这边 好 你觉得哪一位是今天的女嘉宾 这个还是很有难度吧 其实我觉得先不用猜 你觉得谁长得最漂亮 都很漂亮 对 都很漂亮 这种得罪最牛话 我也保守 对 你看国企上班的人 就是不一样 说话就是这种 谁也不得罪 那你来猜吧 现在时间就交给你了 你觉得一二三四五 五号女嘉宾 到底谁是今天真正的女嘉宾 五号女嘉宾都很漂亮 都有旗帜 你要先铺垫一下 我知道 这个让我猜确实很有难度 如果说 我是真的如果猜错了的话 女嘉宾首先 真正的女嘉宾 请你不要生气 因为毕竟都是你的 很好的闺女 这刚一见面 金友团们就给男嘉宾 出了一道难题 不仅如此 金友团们为了 混淆男嘉宾的选择 更是增加了考验的难度 男嘉宾 你可得擦亮眼睛 慎重选择呀 我很漂亮 我和你们活泼 我就是正宗的重庆男女子 我很开朗 我很贤惠 贤得什么都不会 好 很贤贤 贤得什么也不会 对 他这个介绍有点出其不意的 好 男嘉宾 五位金花 介绍完毕 你现在先给你五秒钟时间思考一下吧 五秒钟思考结束之后 你告诉我答案 如果你选择其中任何一位 你就把他牵出来 牵到自己的旁边 好不好 好吧 五 四 三 二 我现在五号女嘉宾吧 对 你看人家自己都过来了 对对对 你好你好 好 现在第一轮配对已经成功了 你刚才的介绍果然是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 很贤惠 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他吗 我的第一印象告诉我 五号女嘉宾吧 好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男人的直觉 到底是准还是不准呢 我觉得女嘉宾要告诉他 我们一起来回答 回答正确还是错误 来 三 二 一 回答 错误 回答错误 来 请 说实话 心情很受影响 有点对不起女嘉宾 然后证明自己的判断 也是错误的 比较尴尬吧 这样吧 您现在把机会给出来 我们让场外的观众来猜一猜 哪一位观众愿意过来猜一猜 谁是今天的女嘉宾的 后面这位背书包的大哥吧 我来一号吗 你做的一号 那旁边娘娘啊 你做的是哪个啊 我说是四号 你做的是四号 好 这边哪个大哥呀 大哥是哪个啊 十号 你做的是二号 好 最后还剩一会儿 有落到你手上了呀 一个猜了一号 一个猜了二号 一个猜了四号 现在还剩个三号没选 那你选谁 我相信你嘛 那位男生 我觉得二号女嘉宾嘛 你觉得这个大哥的 一号女嘉宾 好 来请一号女嘉宾 来到男嘉宾的身边 好 今天啊 男嘉宾这个 握了好多个女嘉宾的手了 这边都 刚才你介绍是 你是 漂亮 漂亮啊 那你是不是就看中人家漂亮了 爱美之心 你跟美根都有吧 我觉得 对 爱美之心人间有知 那这样啊 女嘉宾 我看这边 你们每个人出来都特别的高兴 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样我们还是要告诉男嘉宾 回答 来请女嘉宾 再次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第二次 当我第二次也学错了个后 我觉得可能已经不会被原谅了 完全 完全蒙圈 那这样吧 我们也不 这个 就为难人家了 是不是 我们就现在 五朵金花 我数三二一 把真正的女嘉宾 推到男嘉宾的周围 好吧 来 准备好 三二一 我还是觉得 他整个形象 各方面那些很不错 人类比较温柔 是自己心目中的一类型 男嘉宾 你好 我叫陈天 你还这样 这就没了 再给我说 不再抱歉 刚才很不好意思 其实没人出来 我当时也没得到 我就是还觉得多开心 虽然男嘉宾并没有第一时间 认出今天的女嘉宾 但也没有影响到 他们对彼此的印象 那么女嘉宾的个人情况 究竟是怎样的呢 又是否符合男嘉宾之前 提出的要求呢 大家好 我叫陈皮尔 今天38岁 从实力是家居定制行业 本期交友女嘉宾 陈平38岁 身高1米62 职业销售 月收入5到8千元 婚姻状况 离异 现在目前没有买菜 然后房子有一套 小户线 自己在公安界 目前是离异状态 有一个女儿 18岁 跟着我自己的 我签一段婚姻 有17年离婚式 然后是2016年离婚 前夫不太负责的嘛 然后以后的话 就想找一个家庭官 比较负责人的 虽然经过了一段 十几年的婚姻 陈小姐却依然有着 相当小工作的少女心 谈起自己的性格 更是一脸的孩子气 我这个人其实缺点也多 平时都像小孩子性格 有啥子说啥子 也不太爱计较 反正总理说来 都是属于直肠子 重庆典型的重庆典型 没来 反正热不得 最好是顺毛女儿 热到气的话都害怕 可能想找一个 稍微对我包容一点 也是最好 因为已经过了那种 交情的年代了 就说现在都说一下 他实际过日子那种 是最好的 我希望他是 三四六到十四五之间 然后经济条件 肯定要比我好嘛 分能够包容我 能够充 充我是最好 我对感情 我觉得想象的很美好 都不成 反正有点 俗中的那种感觉 可能有点那种 小女人意思 女嘉宾的拙舞要求 一 年龄三十六到四十五岁之间 二 经济条件比自己好 三 能够包容宠爱自己 我们这个朋友啊 我们是从小长到大的 他的脾气性格都很直 正宗的重庆 那个纳闷性格 只是说现在啊 就是说离婚有几年了 我们都想他找一个 对家庭比较负责嘛 对他也比较包容嘛 因为他有时候的脾气性格 有点像小儿的性格 只要能用这点呢 其他都很好 还有都是 我们有时候呢 要聚到一起打麻将 如果你们成了 带屋头的话 我们打麻将你煮饭了 今天带了那么多的闺蜜 来到现场 是来干嘛的 是来给你把关的吗 还是来给他出难题的 把关出难题的 把关加出难题 女嘉宾这边脸上的笑容啊 我就能感觉到 今天的节目肯定是不简单 那我们这边还是 要预祝他们相亲成功 你们作为女嘉宾的闺蜜 还是要给人家打个气是不是 来一二三加油 来一二三 加油 亲友团们太给力了 真的我要是男嘉宾 我都不知道怎么选 因为这五个女孩子 都是外形差不多的 当然男嘉宾还是 选来选去都没有选到 我们的女嘉宾 开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头 但是呢 我听了一下 女嘉宾的这个要求 她说 我经历了一段17年的婚姻 那么因此我的反思是 我希望找到一个男人 能够包容我 但是我已经过了 那个矫情的年纪了 所以希望找到一个人 就经济基础 各方面说说说说说 说了一堆要求 但最后又回到了一个点 她说 还是希望对方能够宠爱我呀 包容我呀 我还是对爱情充满憧憬 这不又是那个公主梦吗 说来说去 还是没有从17年的 梦幻当中醒过来 但是我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能不能够满足 我们女嘉宾的这个 中年公主梦 小子你看我这边不是很熟悉 看这边你看你能安排吗 我那时候如果你这边 像是熟悉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 楼上过去 刚才小子说了 可能我这边不是很熟悉 刚才她说上面楼上 有比较多的选择好吃的 要不我们先上去看一看 感觉的是那种 它是可靠那种类型 如果说跟男嘉宾打分的话 可能只能打我分 我还是要不一会儿不一会儿吃个厂吧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也是我们一个长官 姓杰 姓文队 我们在一起差不多也有20年的朋友了 你好 你好 也是给我们这个强大的他们的青春 打个招呼 女嘉宾究竟为何只给男嘉宾打五分呢 是初次见面的矜持 还是另有原因呢 正值用餐高峰时间 各个餐厅门口都排满了人 见此情况 体贴的男嘉宾也是决定 让女嘉宾和亲友团原地休息 自己去寻找餐厅 现在我们单独解释 私下的来跟我讲一下 对男嘉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第一印象感觉还是一个持家的人 感觉是持家的 不是说像那种不诚实的那种 同感 都是同感 那有没有什么 比如说有些顾虑 或者说一眼看上去觉得不好的地方呢 或者有些担忧的地方 担忧地方就是 担忧地方就是 收入问题 还有呢除了收入的问题呢 身高呢 也不是问题 身高不是距离 OK 身高不是距离 OK 收入 这个方面呢 男嘉宾最开始的时候 在自我介绍当中也说得很清楚了 是五千块钱左右 五千块钱左右的话 各位闺蜜觉得这个收入水平的话 你们给女嘉宾把关 觉得能不能接受 这个不接受 那你们的这个 理想的收入水平是多少呢 至少是一万以上了 我怕我要欺负她 你要欺负她 她很强势的 我认识啊 对她好啊 这一些些也重要 但是我认识 她们收入采取原因 你给她们有点大呀 如果采取大了的话 她应该太大了 我怕我都 她驾驭不了我一句话说吧 嫌弃 我要嫌弃她 那你在生活当中的话 我们又从性格上来说的话 你觉得你是一个 怎么样的女生 我觉得 你是泼辣的吗 文静的吗 还是怎么样的 泼辣 是泼辣 我看男嘉宾今天呢 他也是非常的有诚意 虽然说这个收入 我们先暂且不提 但是我觉得 人家至少是愿意 我们所有人一块 你说我来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态度 至少是摆出来 但是我觉得 他至少从这个消费观来说 我觉得他是过关的 他是愿意拿出这个钱 来比如说请客呀什么的 至少这一点是做得很好的 那除了收入 性格上呢 因为当了兵的 当过兵的人一般都很等 一般都很等 而且这个技术性 各方面都很强 那行 那一会儿我们就重点 就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收入 第二个是这个性格 我们去考察一下 看来此时 收入问题和性格问题 又成了女嘉宾和近友团们 最担心的人 那么在接下来的相处中 男嘉宾能够打消 他们的顾虑们 找到没的 有点生格的 可是我们整个找转的一圈 不信保法都没的 细心周到的男嘉宾 安排好女嘉宾坐下 还急忙地去找亲友团们 那么这些贴心的细节 女嘉宾又是否注意到了呢 当亲友团们坐下来之后 立马开始了 对男嘉宾发起了连续的提问 那么男嘉宾又能否从容应对呢 第一次移动的下 主要原因你的人吗 主要原因呢 可能第一个是性格不好嘛 因为房子是全款吗 安检啊 安检 但是还有一点不到的时间了 你已经有点跟结束了 你关它了 几百块钱压力不大 好多的房子啊 几时啊 两十两天 就在双方这里 你们的工夫是多的吗 这个有提升人家 提醒嘛 提醒家提升的状态 看来男嘉宾的条件 并没有让女嘉宾特别满意 那么接下来 闺蜜的问题更是愈发的犀利 女嘉宾比你的工资高的话 你有压力没有的呀 压力应该没的吧 准时我强调 这个在面上 我觉得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其实作为男人来说 一个要撑起一个家 自己的心里面呢 这个还是能够很实施 感受到非常明显的压力 最重要的问题都是想问 比如说你们前出是不好的话 你的工资会不会交给女嘉宾 那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没什么问题 这个物质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管车 一般的的话 女儿来个吃家的嘛 什么都是这些事 在家庭经济大权的问题上 男嘉宾的回答 还是给自己加分了 那么金友团 谈起女嘉宾脾气的时候 她又将如何应答呢 我们也说了 我们女嘉宾的性格脾气 她都是水来的 真正是正宗的重新人的性格 她是个宿马 对 不要宿马 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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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说一下 你的性格 就你把你的性格脾气说出来 我的性格 我们来看看 好判断来的 性格的话 我判断 应该是比较开朗的 水比较外星性的性格 还是性格当中 也有相对比较沉稳的一面 我觉得女嘉宾 当然说的是 是猫的性格 猫的性格也其实 性格 她的性格也好 只是脾气不好 不像你脾气好不好 应该是比较不错 不错 随便男客人也都不得毛活了 她不是 她是一站脑都毛活了 女嘉宾的闺蜜 反复谈到一个脾气 我觉得脾气是双面的 其实还是具体看 她面对的人和面对的事情 她不会可以说 一直都会脾气很坏 也不会可以说 脾气都一直能够还稳顺 那个四个句情况不通嘛 定下来那种 两个人之间的话 我最终忍不了的就是 哄偏 如果一会儿哄老 可能我不晓得 但是二会儿哄老 我也不晓得 但是终于就会晓得 的情况下 我都会大发的一瓶 会吵会闹 它会不分场合的 也就是说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相处 除了以外 可能就是 探尘和正尘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基本的一种 我来想去看 对 她们前夫 这都是最累的 她不好意思 我说吧 先是表面看起 她们前夫对她是很好的 装个部里是红红片 她最大的缺点是 说得不嘛 不红红的 不红红片 不红社会 表面叫做 在她面前是一个 她不是很温顺 很温顺的感觉 你说她不诚实的话 就是指指她 就是啥事实际 大时小时就把你满不下去 对了 大时满 小时满 满不过去了 结果说不来 什么事情的 就不能拍到面上吧 就是说你光说的好 说的天花乱折 没得自己行动就好 女嘉宾曾经在上一段婚姻中 备受欺骗 因此今天反复强调 做比说更重要 虽然男嘉宾一直非常坦诚 但在女嘉宾心中 却依旧是顾虑重重 吃过饭之后 也跟闺蜜说起了悄悄话 我觉得我觉得 这个男人会吹得很 你只会吹 会说话 我现在压力那么大 它能够使得理不得 有啊 我有个按级的嘛 女嘉宾坚持觉得 男嘉宾油腔滑掉 谈及外形问题 女嘉宾更是显露出了 小女生的一面 我觉得你看起来 很老哦 我还年輕嘛 我真是大 真是大 我一口轻鈴 小女嘉宾对着好 女嘉宾可以的 那就是说一式 代不当初一式 代不当初一式 现在的女嘉宾 人家怎么帮习照领在牌 他最 películ中的 都是背包王子的 他是外 République 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印象还不错 但是女嘉宾心里就觉得 好像差那么一点点 我相信这个差一点点 应该是演员上不是特别的看好男嘉宾吧 女嘉宾在之后的相处当中 又衍生出男嘉宾油腔滑掉 我觉得她好像很会吹 是不是太圆滑 我倒是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的感受是男嘉宾是一个很成熟稳重的人 她说话是比较慎重的 一定程度上来说 也是属于很善于保护自己的那种类型 油腔滑掉 女嘉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呢 这来源于她前一段婚姻 遇到的这种阴影 因为前夫就是一个特别甜言蜜语 油腔滑掉能骗她的人 所以她觉得我现在再找一个人 一定不能找这种嘴巴上面 可是妹子我觉得油腔滑掉 跟善于表达真的还是有区别的 最最重要的是 我们从前一段感情当中 需要总结的是 对方是很滑 但是我自己是不是也很蠢呢 想一想 如果你不是一厢情愿地愿意被她骗 我相信她也骗不倒你 对不对 我们保持清醒冷静 客观地来看待这次相亲就好 不要太急于给对方下一个定义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刚才这饭也吃了 吃不感觉怎么样 你这边还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 那这边呢 清友团那边呢 一直都没有说话 也没有表达过人的态度 作为一个朋友的角度来说 我是非常愿意 希望他们能够走到一起 我刚才也在跟他们 那边闺蜜团聊了一下 就是他们的担心也有 就是关于收入这个方面的问题 但是我的收入 基于我的一个事实状况 我能够描述吧 一万块钱我也可以过等 五千块钱我也生活都不差 他们关心的是可能担心 我也可能给不了 李嘉宾想要的一座生活 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人担心 或者顾虑是非常正常的 在那个地方 我其实想说你是啥自然 千多万并不一定生活都在幸福 千少万并不一定都不幸福 就是千多千少万 他不决定幸福自主 你刚才说那个李嘉宾还哭了一下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就不拍摄 哭了还有一点好感 所以说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苗头 今天想起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苗头 现在就要称称追击 就看你那边要跟李嘉宾来 单独注意一下 因为刚才一直闺蜜在 我相信你们两个有些话也不好自说 现在我们的闺蜜就让开 单独给你们两个人那个机会 了解到女嘉宾的各种顾虑之后 我们的男嘉宾会在接下来的单独相处中 怎么表现呢 她又是否能打消女嘉宾的各种不满呢 我现在其实还是有压力 只有个人 养得和个人 我因为买了两套消费心的 然后现在公寓也公寓 拿一套出租 买那套自己租 本身平均消费 最低消费一个月都是五千 万一我们在一起 像男嘉宾会不会介意啊 因为你说的房子都已经供亲了 是吧 我觉得其实也不安心了 是吧 至少还有个拖地站 我实际上来都是 如果我找一个来 跟我现状差帮多的话 可能都有点反而 也就我原来是 要养家 养娃儿 还要养老公 我如果找一个来的话 他不能帮到我来系的话 我都觉得有点多余 我觉得还是 就是说两个人能不能够在一起 然后他们才 比如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会形成开这个东西 我觉得一个人就一定要 看起来还是有限的 我觉得能够落到 十处是很重要的 他当时给我的印象都是 就是很飘 还不靠盆 也不当司机那种 也许是一直没有听到 男嘉宾对未来的具体规划 让女嘉宾感到心里不踏实 然而和编导的交流中 他又说出了更多的真实情况 我现在有两套房子在供 其实我还买了一套 What 我有三套房子在供 但是如果说我找一个来 你反承了我的负担 我肯定不愿意 而且你也帮不到我孩子 那你现在都是说 你在意你的问题 究竟是说他自己觉得 还经济不够好吗 他还是说 他还没得我好杀 你觉得那边都不能接受吗 还是能够 你说不能接受啊 就要看他的态度了 如果说他那两次一天 而且他父母玩都做到一起的 如果再一起的话 他肯定要做到我屋头去 那意思是说你现在希望 他有一个态度 能表明说以后能给你一个 比较稳妥的生活来做 是是啊 但他现在的态度 你是不满意的 说话哪个都会说 或者说我不希望 就叫他空那种说法 第一面见面 还有人看得到有什么行动 那个是比较空的 当然我相信 他应该是个 医护比较照顾的 那个玩意 应该是比较不夹的 就是说你第一面 他做很多他种行为 可能还是比较难 因为很多东西 还是期限在生活当中 好 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 我们一路看到的 就是女嘉宾的各种不满意 比如说钱 她觉得反复强调 我一个月的印支出 都有五千块 我希望找到另一半 不要拖累我 实话说 男嘉宾一个月收入五到八千 他不会拖累你的 但是他无法让你达成 更高层次的消费 这个是真的 我相信女嘉宾 有一点是没有说出口 就是我觉得男嘉宾 挣得不够多 他不能够满足我 对更高消费的一个需求 可能觉得这话 说出来是不是太势利 但是你无法解释 你说男嘉宾 不拖累你就好啊 人家没有拖累你 反正就不满意了啦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觉得男嘉宾 不够真心 我看不到他的真心 但你们俩 相识也不过几个小时 你要一个陌生人 如何向你表露真心呢 如果他的表白 很用力过猛的话 你可能又觉得 简直是油腔滑掉的 再油腻吧 男嘉宾此时完全不知道 女嘉宾的种种担心 但依然贴心地 为女嘉宾买咖啡 男嘉宾接下来 能够做到女嘉宾 所说的落到实处 给他一个满意的态度嘛 我这里喝水很好吃 没得吃 要不然三个喝过准备 没得沙子 你要一个吗 来一个 好 喝到这里都吃 好 谢谢 平常你自己一般喝到这里 都是 没喝水 没喝水 稍等 稍等 食肯男嘉宾呢 就是照顾人类方面呢 还多海西子 但是我觉得那些 都不足以打动 我有一个习惯 比如说 比如说在没选择之前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纠结的人 但是一旦选择了呀 都会不顾一切 但是没选择之前 我觉得是 自己都不会给自己 下海打个决定 我觉得我原来那段感情 最大分手的最大原因 经济问题 如果是我再造的话 可能的是首选 首要考虑的 你父母还有你玩 都做到一起的对吗 我们如果说要想进一步发展 那你会能够赚 咱买一套房子 咱买一套房子 哎呦 现在买套房子也不容易 因为房子太贵了 比定你一个月也就 只有五千亿个月 你觉得你会投入的 那个家庭当中 有剩余得到好多啊 我投入的家庭肯定是 全部 而且是百分之百 反正我最低消费都是五千 我能够感觉到 他对整个情况 还是非常的担忧 包括我这边的一些情况 还是很担忧 未来的生活 质量会不会受影响 我也了解到你前面 尤其这一段经历的过关 可能你很难去选择 相信一个人 或者说 还真正的相信一个人 这个还是要看 我觉得我们接下来 一时交流 我觉得我现在的特定 就是贪心 你回来不想弄弯弯弯 我就出事 我觉得如果能做到完 还是可以 我想请一样 通过我自己的那边 让他 打消他的这种顾虑 男嘉宾一番肺腑之言 也是打消了女嘉宾 目前的一些担忧 终于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那么此时 他对男嘉宾的印象 是不是就此逆转了呢 我看男嘉宾那边 还是比较了忠心 你那边感觉 有没有得好一点吗 因为我看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 虽然你不说 但是还是刚才说 有一点不满意 那会儿呢 具体来说的话呀 人还是诚恳 只是不晓得 比如说他说的 说的是 说的跟做的一不一致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不过是有点 有时候有点怪 就说严远 就严远那一块儿 就陷入为阻挠了那一块 令我心目当中的那种内心 还差一点点 你心目当中是 想要一个什么样的 深红内 深红内 没钱的话你喜不喜欢呢 喜欢 没钱也喜欢 还要是早上说 你能够以后翻过 反正说 那就是这么做 这么做 真正生活的样子 然后来了之后 无论是他什么情况 你都接受 对 那你那边还是有点难看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觉 就是说 你已经是一个玩的妈妈了 这个各方面的条件 也非常成熟 但是我感觉 你在择偶的这个方面 还像一个小驴儿一样 一般还是想当个小公主 还是要在外表 因为每个人心目当中 都有一个 对爱情的想望 可能是弥补之前的不足 可能这个是一直根深的鼓励 女嘉宾觉得 还是不合演员 我喜欢的人是孙洪雷 各位观众 孙洪雷帅吗 完全感受不到 孙洪雷的帅点 要我看的话 我觉得 老孙那个长相 跟我们的男嘉宾 那个真是不相伯仲 都不算是帅哥 当然这是女嘉宾 个人的一个审美问题 那么今天的相亲 是不是就要黄了呢 我们看最后的选择 我们的特派员得知 女嘉宾有一颗少女的心之后 赶紧给男嘉宾支起招来 她有一点点的少女情节 你懂不懂我说的意思 她现在是一个玩的妈妈了 但是她心中 刚才我问了她 她也承认了 她说我其实是很希望 有一个人能够依靠 然后我当一个小女生 就是说我个人现在 当然是独当一面 但是我以后 我不希望我个人再独当一面了 我回到家之后 有一个人能够依靠 或者日常生活当中 有一些惊喜 那些东西 那是她还需要点 一方面是 女儿都想有个依靠 对 你听了我说的 懂不懂你的意思 我懂你的意思 那你决定 决定 决定 有心动 才去一些行动 有心动 啥行动 因为但是李嘉宾 我还是觉得 她的整个类型 是我自己想要的类型 想要找的那种类型 通过一些 实实在在的行动 来争取 来为自己 为我们的以后 争取一个机会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这个颜色应该是 过于吧 我觉得这种 这个颜色 挺中性 既不显得很成本的 也不是过于发展的 亲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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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我看看效果 哇塞 这么大牙 对啊 手都包出来 这个效果还可以 买了温暖的围巾 和漂亮的鲜花 男嘉宾 却没有直接找到女嘉宾 而是在附近的广场上 寻找着什么 但究竟还有何打算 兄弟 你们要打开来的 是吧 是吧 接下来有个任务 你帮我完成 是吧 我来里面 我接下来有个那个 有个女儿过来 是吧 我准备 一二小子 准备干一个 别一个 你能不能先 把这两次交回来 然后我带里面来 然后我跟着 什么话给我 你把这两次交回来 帮我 翻柳西来个 帮我忙着 你们来做 把这两次交回来 先献给他 拿到什么 拿到什么 当时我跟着 是哪一个 你帮我把这两次交回来 帮我带给他 一个拿到什么 一个拿到什么 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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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对不对 我还是如何理解 我以为我帮你 他太能活了吧 没啥子的 原来男嘉宾 还准备了这样的小惊喜 毫不知情的女嘉宾 也根据特派员 给的地址来到了附近 我希望你能接受他 你收到吗 因为带个国关 我来给他 你收到 国关 我帮他干嘛 谢谢 谢谢 你收到这个街道了 对 然后我帮我送话的时候 我已经猜到 是男嘉宾送的了 虽然猜到了男嘉宾的惊喜 但女嘉宾还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此时男嘉宾也是带着满满的爱意 缓缓地走了过来 那个不是很 这是一副真正的 这回来是男嘉宾 也不是觉得那么满满 但他也带着我的心意 生活有点意识感 我在旁边看着很甜蜜 现在感觉有没有好一点 自己的少女心有没有被满足 有点吧 有点啊 人地踱步的感觉 真的是又回到了少女时代的感觉 其实也是给你准备了一些小的惊喜 还有什么惊喜呢 手上提的就是 还是余杰明一直强乱 他是要塞在爷爷他做工的 一定要做大事 一定要做 我觉得也给你买一个礼物 带着给我吧 带着给我 我想给你新生的 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 陪着我 亲爱的人 继场之后啊 这附近是有温度了 而且还有爱的味道 在里边也是一种关心 那么在做最后选择之前呢 刚才男嘉宾也是在给我们提议说 人家似乎一直没有展示自己的财力 男嘉宾现在话筒就不拿在我的手上了 就交给你了 谢谢 今天也相处了一天了 我对你 我们之间应该是一个比较初步的了解 非常喜欢你 应该说 我也想给你 给我们彼此一个进一步认识和了解 你的一个机会 承诺得再多 这个一万句可能顶不上一件 还是在这件事情 我还是人一种歌嘛 来表达我想这种心情 有很多话也可能在这首歌里面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勉感染你的气息 每次几何能够得到自己 失去生命的泥酿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 一丝丝轻易 男嘉宾刚才也是深情义曲 我们在旁边听的其实也是比较感动的 然后女嘉宾收到花了之后也比较开心 来这样先把花给我 我给你拿着 不然拿着太辛苦了 来来来 给我给我给我 那么最后我们的选择是怎么样呢 男嘉宾就站在我现在的这个位置 来 请过来 面对女嘉宾 张开自己的双臂 如果女嘉宾愿意接受 那就慢慢地走近 拥抱一下男嘉宾 如果选择拒绝 同样地也走进男嘉宾 伸出自己的手 跟男嘉宾握手 两位 思考时间已经到了 我数三二一 女嘉宾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三 二 一 请选择 能够得到自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最后走到我身边的时候 还是没做出选择的时候 我感觉没得什么希望的了 给自己一个机会嘛 一当给他一个机会 说不定相处会很好啊 我还是感谢他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未来 好 今天节目即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逃 节目的最后 我们的女嘉宾是用慢动作 一寸一寸地走入了男嘉宾的怀里 像头痛一样 阴阴阴阴 吐倒在男嘉宾的怀里 看到这一幕我也是 真的是简直要露出那种 老母亲般慈祥的微笑了 好歹也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其实做这个节目这么久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那些很优秀的男孩子 真的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 就被定出去了 他们的妻子除非脑子进水 否则轻易是绝对不会放 这么优秀的男人 出来回归单身生活的 即使有那么一两个漏网之鱼 妻子真的进了水 把他们放出来了 那么他们也是市场上的 一个抢手货 能不能轮到单身的各位 真的我觉得概率非常小 我对女嘉宾的建议就是 公主梦要醒一醒 在这个年龄 如你所说 17年的婚姻生活 矫情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找到一个平凡的 但是真心实意 可以实力冲息的人 我觉得就是极好的 所以祝福你们 恭喜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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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希望你们能够过得幸福 谢谢你们 今天这一天 我觉得过得是跌宕起伏 有分歧 有争吵 那么同时也有那么多的甜蜜 好在最后是一个甜蜜的结果 作为我这个相亲特派员来说 我今天是特别的高兴的 今天能够开心的下班了 同时我们电视机前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也想参与到 我们的节目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 月线电话 68615868 我们在凡日游喜 等着您的到来 他自称拥有豪车豪宅和不菲的收入 可他对未来女友 却为何没有任何要求 究竟是什么原因 因让男嘉宾哥哥一见到女嘉宾 竟扭头就走 也不再愿意陪弟弟去相亲 你就这样子啊 哥哥 你就走了 对于他千一百顺 并许下豪言壮语 每个月给我好多零用钱呢 你多的给你少了 你多的给你少了 可女嘉宾却为何对她的言行 充满了质疑 说得越多 我都更不相信了 看房过程中 她究竟接到了谁的电话 竟让她如此激动 我们俩还不是那个的嘛 我拉了呀 我又死了 男嘉宾手机里的女人 到底是谁 她的出现 为何会让男嘉宾的哥哥 愤怒不已 你很乱说的 凡日游喜精彩内容 下期为您呈现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笑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 你说的确实乐远 要用心却有